当一千五百多岁的大男孩 见到母亲后会是什么反应 索尔穿越回2013年的阿斯加德 准备取走女友体内的现实宝石 却意外看到了母亲的身影 索尔一时出神愣在原地 因为今天母亲就要被黑暗精灵无情杀害 她陷入了纠结与慌乱 她想要拯救母亲 可突然母亲就出现在她背后 吓得索尔不知所措 所有人只看到她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可母亲一眼就看出了索尔眼睛的变化 她心疼地询问索尔 面对母亲的关怀 索尔再移植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难过得像个二百多斤的胖子 紧紧地抱住母亲 失去一切的索尔向母亲倾诉着 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父亲去世 阿斯加德被毁灭 弟弟洛基和海姆达尔被杀 还有之后没能阻止灭霸打出响指 索尔对发生的一切非常的自责 母亲听后则是在一旁温柔地开导她 每个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 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些失败 而衡量一个英雄的标准 是他们如何最终成就了自我 接着索尔想要告诉母亲 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可母亲却阻止了她 说完她让索尔快去拯救自己的未来 并告诉她要好好减肥多吃蔬菜 重获信心的索尔将手伸出窗外 没错 不管到了哪里 喵喵锤才是索尔的最爱